再頭回頭來關心疫情的部分 就怕Omocron 疫情入侵 民眾強打第三劑 臺中 歷拼一週打完四十萬人 今天出現了第三劑的強打潮 其中文新森林公園接種站 今天下午一點開打 一大早就有民眾在排隊了 還有民眾說像是在排隊 臨子男公發財錢母一樣 而第一廣場打疫苗的人潮也爆多 一九二二預約系統 今天一早重啟也一度卡卡 一個一個小椅子 長長的人籠 這可不是在排過年前母 而是在排打疫苗 沒有看錯下午一點才開始打 但是限量一千劑 一早七八點就有人來排 大約才八點 八點來就排到現在 對對對 你排了大概多久 我現在一點四五點就排 另一個快打戰 東協廣場也是人潮滿滿 台中市力拚一週打完四十萬人 不只有定點隨到隨打的快打戰 六十五歲以上也可以持通知單接種 各醫療院所也有疫苗 公司團體糾團滿五十人 還可以和衛生局聯繫 而一九二二的預約平台也重啟 不過上午一度卡卡 這個造訪的人次比較多有七十六萬人 不過因為它本來的機制就是 只要上了之後 那它會有這個所謂排隊的機制 所以只要安心等候 那就會輪到 在一點的時候 是已經完成四十三萬人次的部分 各種疫苗全都準備好了 民眾也搶在農曆年前接種好第三劑 要因應疫情的隨時變化 記者賴文良台中報導